前面那个视频呢 就是大毛子最新的发了一个导弹过去 击中了人家的民宅 现在的消息好像是死了12个人 是昨天的事吧 今天是2023年1月15日 那么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美女 在我们这里做演员 她呢就发了一个帖子 她叫伊丽莎呀 她发了帖子 她的家乡就在那里 她说了一些的话 然后呢有人呢就给那个辟谣 说是你乌克兰反导导弹 拦截她的时候 造成了共同造成了损伤 连接就告诉她 如果拦截着导弹 她最多是有弹片 是吧 不可能把整栋楼都摧毁 当然我那个视频没有给过了 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些个 特别的一些个人吧 不太不太爱听这些个消息的 这些个语言的 这里有一个朋友叫我在岸上 他特别为这个事呢 写了一个东西 他说这个打过来的是KH22 最大射程600公里 质量的是950公斤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这个东西被击落 现在乌克兰还没有能力 击落这个东西 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反见的 年代又老 飞进速度很快 打击民用事 民用目标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 所谓的那个什么恐怖主义 是吧 有些人不爱听这个 给我卡掉 我这次又多嘴又说了 这种东西